借杯四強賽阿根廷球王梅西大乏威 一記12碼罰球帥氣破網 這一分顯示由隊友阿根廷22歲年輕小將 梅西小粉絲阿瓦瑞茲 單刀快速推進殺到禁區 迫使克羅來西亞門蔣犯規 最後由梅西神勇進球取得領先 緊接著阿瓦瑞茲5分鐘後再度建功 不管對手來幾個球90年在他腳下輕鬆破網 下半場梅西再接手來個神主攻 一腳傳給阿瓦瑞茲推射破網 阿瓦瑞茲單場沒開二度 梅西一進球一助攻 兩人聯手讓阿根廷痛擊克羅來西亞 睽違八年再闖世界盃決賽 阿根廷球迷還爆 慶祝人潮擠爆廣場人多到像螞蟻一樣 不少人爬上草木雕塑開心慶祝 而讓全阿根廷為他瘋狂的這個男人梅西 更刷新一堆神記錄 這場比賽是他世界盃第25場 和德國傳奇馬泰斯並列史上最多 梅西還是首位五度參與世界盃的南美洲球員 五屆累計十一球 登上現役世界盃進球王寶座 巴主格恩則追平阿根廷傳奇 馬拉杜納並列隊史第一 光是本屆世界盃梅西就踢進五球 追上法國姆八配並列第一 35歲還能在單屆士足近五球以上 梅西也是史上最老 再後梅西在個人IG貼出勝利拋文 嗨到罵髒話 英國BBC記者更直言 儘管西羅粉絲可能不願意聽到 但梅西和西羅誰比較偉大的爭論 已經結束 記者綜合報導